大家我是爆竹 男子一位冬眠实验 成熟了500年 新来之后发现 自己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 剩下人类的智商 已经突破到了20 一部创业十足的科幻戏剧片 《春淡进化论》 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发展 一些搞智商的中高层人群 开始不再随便生育小孩 他们做起来是更加自由 更加具有优良基因的后代 而生活在地层的其他贫苦百姓 由于生活水平100 再加上收招一层都不同 在生育这一块 往往是生得越多越好 生意值篮球队或是足球队 那都是最基本的表配 如此一来 地球上的低智商人口 将会越来越多 而搞智商人群 则成了须缺物种 甚至有可能还会濒临灭绝 政府部门为了防止 这种灾难的发生 启动了一项人类东眠计划 挑衅了一难一旅 杰克尔肉斯 作为这次东眠计划的实验对象 两人在各个方面 都只是普通的平民 并不是那些搞智商 高学历的精英人士 之所以会选中他们 是因为两人都是孤家寡人 没有后顾之忧 两人刚刚注册药物 风箱躺下 附着实验的领导 就被锁了起来 这项高度疾病的实验 也被彻底曝光 两人也一直成了 没人过问了一点垃圾 很快时间就来到2505年 地球已经到处垃圾成晒 被乘风的杰克 也终于醒了过来 意外闯入了卷幅家里 结果被卷幅一把轰了出去 一脸懵逼的杰克 看到其他人 就像看到弱智一样 言询举止 都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样子 一看传单上的日情 这个才发现 这是500年之后的地球 所有条子发现了 他的特殊身份 将他冲上法庭 进行审判 法官围了一名律师给他 没想到替他编户的律师 居然是卷幅 卷幅拒绝编户 还努累了杰克一大堆罪行 最后杰克背叛重刑 关进了监狱 面对这些低智商的人类 杰克只是随便动一下脑筋 就从里面逃了出来 再次来到卷幅家里 得知这个时代 已经有时光级的存在 于是两者商议一番 决定一局去寻找 另外的洛斯也苏醒过来 凑巧遇上了杰克 三人在路上 再次找到调子的追捕 最后杰克被带到了白宫总统府 总统对杰克的高智商很感兴趣 要他帮忙解决 农作物的收成问题 如果搞不定的话 就盼他终身拣军 来到田地一看 杰克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这些家伙竟然又饮料了 浇灌农作物 别说是农作物了 就算是人一年到头只喝饮料 也会很快废掉 杰克向官员提议 必须用水来浇灌 在三人要求之下 这些老顽固 只好改用纯健的水源 由于农作物生长 需要一定的周期 断食在这内不可能看到成效 之前提供饮料的公司 因为杰克的这一种方案 导致股价大跌 工人纷纷实验下岗 聚集到白宫闹市 搞得杰克又被关了起来 达到决斗场 和其他对手进行PK 另一边的肉食后卷服 意外发现农作物长出了幼苗 于是化解起来 电视台的摄影师 来到田地进行现场直播 杰克因此而保证了一条小命 还走上人生巅峰 成了一名副总统 而杰克也最后才得知 卷服口中的试光机 只不过是一台玩具机器 无奈的他只能继续留在那里 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 不久之后 杰克转正成为总统 卷服成了副总统 而若瑟则成了总统夫人 两人还生差了 三个高智商的小孩 像凡卷服就比较威猛了 一口气娶了八个老婆 还有了32个 智商都不太高的孩子 一定是精英少数 平庸之人占据大多数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从当地的社会现象来看 高水利高收入的群体 确实是很多人不想要孩子 而文化成头片中下 物质生活是永不那么好的 却越生越多 如果照相的情况发展下去 会不会出现电影当中 一样的结局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 去思考和探讨